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拥有上千家商业实体的华人商会 在过去的20年内 商会本折促进美中两国经济贸易发展和技术文化交流 增进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有余了解为宗旨 不断开拓进取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持续成长 今天晚上是受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陈雄峰参战的委托来参加美中工商总会的这么一个Garrett 代表陈雄峰总领事 感谢这个理想会 感谢美中工商会的热忱邀请 感谢各位多年来为中美合作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方面做出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现在我们美中工商联合会从93年成立到现在20年 目前商会大概有300多个成员 这些成员每个人都是专业人士 他们都是拥有各个企业 有些人拥有multiple的企业 那我们商会的成员他们拥有的企业不光是在美国 很多人也拥有企业在中国或者是在outside中国或美国 那么商会已经成立了20周年了 那么您对商会今年的工作有什么展望呢 今年9月份我们会在那个巴尔蒂摩副市长带队下 跟一些美国官员还有80%是美国企业家 再加上20%是我们商会的成员 9月份我们9月3号到13号有一个中国之行 现在也是筹备的进度都非常好 那我们今后的这一年之内的一些目的就是 希望给我们的会员提供一些信息 就是中国美国之间的一些贸易交流往来信息 希望给我们的下一代 促进年轻的华裔青少年企业家 就加入我们商会增加我们的新鲜血液 同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当地 跟一些兄弟社团 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而已 是像亚裔的什么越南人 韩国人 印度人还有美国企业家就融入他们的这个社会 然后制造一些更多的机会 让所有的会员跟所有的朋友有这个机会去做事 这届第十届的会长刘维明 每个会员都是企业家 都是老板都有自己的事业 或者就是专业的人士 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只有三百多会员 但是我们的企业超过一千家 大概在半年前 偶然的机会下买了这个房子 就搬来这里 然后有邀请会长刘维明来我们家做客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房子很漂亮又挺大的 所以都就是说想办一个这种野餐会 那一直以来我都受到会长的很好的关照 就是他们都对我特别的好 所以我就想趁这个机会 希望能为商会做点什么事情 在美中工商联合会的野餐聚会现场 我们又一次感到了所有会员必如既往的热情 现在大家可以听到后面的卡拉OK声音 就是这些会员理事们正在用他们的歌声 表达对美中工商联合会的热爱之情 那样总是亲亲亲却落 有缘关无路上 那样总是亲亲满心 难过的难别了 我的心中冲到只为了我都算满意的 只为了今天日春光 美中工商联合会第十届会长刘维敏女士向我们介绍说 商会在近年内飞速发展 但是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商会 和老会员一同构建起中美两国商务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同时让我们驿祝刘维敏会上疫情的九月中国行能够圆满成功 华府华语记者王石在马里兰为您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